大家好,我是大刘 我们平时在做菜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蒜蓉 每次先做还很麻烦 今天就分享一个万能蒜蓉酱的做法 香味十足,做好后放冰箱保存,半年都不会坏 做蒜蓉酱首先这种独头蒜 它所谓的大蒜树和营养成分比剖中大蒜更高 包好后直接用绞肉机打个蒜末 然后用两个碗分开 将其中的一碗蒜末倒入清水 洗掉大蒜的粘液挤干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蒜蓉酱才不会发苦 喜欢吃辣味蒜蓉的,可以再嚼一点小米辣 起锅倒入多一点点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倒入溜过水的蒜蓉 用中小火慢慢的翻炒 一定要多翻动以防炸糊 直到将蒜末炸成微微的黄色,并能闻到蒜香味 这时候倒入小米辣 加盐调味,白糖提鲜 再加点蚝油,生抽 继续翻炒均匀,炒出调料的香味 然后关火,倒入剩下的一碗蒜末 用锅里的油温酱蒜末翻炒均匀 这样蒜蓉酱就可以出锅了 冷却后放密封容器保存 水吃水取,蒸、烤、凉拌都通用 可以做蒜蓉茄子、蒜蓉金针菇、蒜蓉粉色虾 都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跟着家常菜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嘉丽的味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